历史上的明朝有多强大,不夸张地说,超乎我们的想象力。 读历史,明世里,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王朝,1368年由朱元璋建立,于1644年灭亡,共传位十六帝,统治中国276年。 明朝是继汉唐之后,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期将遇辽阔,经济繁荣。 明朝之中最为盛传的一句话是,我大明一朝276年,不割地,不赔款,不和亲,不纳贡,天子守国门,君王死设计。 这句话是从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之中开始传开的。 而明朝那段时期关于中华文明的文献,历史情况之复杂,过程之艰难,到今天依旧被人们所折服,历史上许多王朝与中古时代建立,多少辉煌,也有多少初期的购和屈辱。 插个题外话,关注小编,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。 欢迎订阅。 好了,言归正传。 唯独明朝的初期是那样的铁马风骨。 虽说后世风平包脸不一,但在国家大局之荣辱层次,不曾有一人说过,明朝的不是,万千人口中有万千给明朝。 而明朝的真实历史其实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掩埋。 很多叙述,明朝不是的人往往注重的是明朝最后结局的那段历史,但却忘记了明朝与宋朝废墟走来,再造华夏的辉煌红灿。 明王朝自建立以来从洪武皇帝朱元璋到崇祯皇帝自尽,一共经历了16位皇帝执政。 这些皇帝之中,最为可惜的应该就是崇祯皇帝了。 历史无论是他的继承人,还是死对头清朝,对于崇祯的评价都是,本不是亡国之君,却欲亡国之计。 这个存在了276年之久直逼唐宋的王朝,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完全由汉民族自己说了算。 还存留精神风气鼓的王朝。 当今社会之中,一些专家建议说明朝是一个极度辉煌,但又是三百年历史之中黑暗到了极点的王朝。 很难想象当时评价明朝的这个专家心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。 但让我们更想知道的是,如此烈火烹游和冰山加寒的评价到底是从何而来? 难道三百年的政治环境就无一日之清明吗? 什么样的情况造就了这样黑暗和极盛的并存? 其实,从明朝历史之中来看,盛世辉煌阶段主要是分为三个部分,一个是明朝初期的时候。 将士所献无敌,文官正至好奇,从洪武到建文再到之后的永乐皇帝,这三代皇帝期间都是一个文武鼎足的极强盛世,后面的人宣之志则是直接继承了上述时代的辉煌。 那个时候的明朝和中国历史之中,秦汉唐宋出七亿般的灿烂宏伟,可以说是一片盛世锦绣之下。 明初朱元璋一切强调恢复中华旧制,所以唐宋一官在明朝得到了复兴,三省六部制度和宰相制度并行,保证权力不会被乱用,但之后宰相胡维庸本人都出现了谋逆的情况,这使得朱元璋不得不开始了清洗。 并于此次行动之中废除宰相,下令后世子孙不得恢复宰相职位,而是将宰相权力分给六部长官,自己与内阁成为了做宰相事情的人,却无宰相之威,成功地限制了皇权和乡权的矛盾,让明初政治奇妙运行。 那么,明朝到底有多强大呢? 明朝的真正实力,除去政治清明之外,军事实力在当时的东亚大环境之中也是相当的出彩,首先是从洪武到宣宗这几代皇帝之中,对于蒙古高原的进取,对于南方安南故地的收复,一直到了东南亚的西兰马来半岛等地方。 开辟前人所谓开辟,创造前人所谓创造之辉煌,明朝初期的疆域广大,机密四方国家,为明朝后世二百年太平奠定了雄厚的基础。 科技军事实力的明朝,此刻依旧在很多方面超越西方国家几百年,甚至一千年之久,这样的明朝环境之中,已经在江南地区出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开采,数百上千的人同时间同环境地从事一个国家。 这些工作为战争服务,野铁业相当发达,创造的刀剑保存到今天光亮如新,根据不完全统计,当时世界上人口不超过四亿的情况之下。 明末人口很有可能已经过亿,这样的明朝可谓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。 明朝在16世纪中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颗水雷,并广泛用于海军,比西方国家水雷的发明和使用足足早了两百多年。 在万历年间,明朝发明的水雷就在与日本的战争中投入使用,并取得奇效。 除了水雷,地雷也是明朝发明的,明朝时期,倭寇猖獗,明朝就曾用地雷对付倭寇,除了发明水雷和地雷之外,明朝还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气炮兵,当时有一种被称为虎吨炮的武器。 类似于现代的火箭筒,其体积小,质量轻,便于携带,朝廷就直接组建了陆军器炮兵,怎么样,是不是很牛,这还不是最牛的。 明朝还发明了大型远程火箭武器,叫火龙出水,并装备在战舰上,在作战时,会在水面上飞行数公里,火箭从龙嘴发射出去,直接攻击对方舰艇,听着像不像现代的导弹,是不是更牛。 除了军事武器,当时明朝的海军实力也非常厉害,各式各样的战船有上百种,规模远超过同时代西班牙无敌舰队和英国皇家舰队,大明朝仅三百年国史。 大明水师却未曾遭遇一败,再一个,明末人口世界第一,谭纪人口,不少人津津乐道于清朝人口大爆炸,其实明末人口也超乎想象, 关于明末人口,专家说法不一,但总体观点是一,五亿左右,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,1630年左右,明朝大约有两亿人。 外国专家比如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·麦迪森认为,1600年明朝有一,六亿人。 1600年时,世界人口大约在六亿左右,换言之,中国人口大约占到了百分之三十左右,世界第一,正因如此,所以虽然清军入关大量屠杀。 仍有庞大基数,才有后来所谓的清朝人口大爆炸,否则康乾盛世时想从四千万涨到四亿,凭当时没什么进步的生产力,想一想都不太可能。 还有明朝铁产量世界第一,大家都知道,在近代社会,钢铁的产量就代表国家实力。 明朝铁产量如何呢?文史天地中记载,明朝的铁产量是宋朝的两倍,冶金工业极其发达,天宫开悟对这方面有详尽记载,后来的两百多年,世界上都没有国家能破这个记录。 白话明史清史中记载,明朝无论是铁、造船、建筑,还是丝绸、纺织、瓷器、印刷等方面,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,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,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。 更难得的是,明朝除了盐业等少数行业,其他都是民间资本主导。 明朝白银占有率世界第一,明朝末期,国家财政没钱, 崇祯向大臣借钱,却无人答应。 那么,这说明明朝没钱吗? 其实不对,明朝是典型的民富国穷。 美国作者弗兰克在《白银资本》一书中说,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贸易流向了中国。 试想一下,33%的白银流入中国,加上中国原有的白银, 那么中国白银占有率世界第一就不难理解了。 在这一数据的背后,则是明朝繁荣且具有吸引力的经济产品, 所以西班牙、葡萄牙等欧洲国家才会在中国疯狂地大采购。 第四,明朝第三产业世界第一。 众所周知,第三产业的活跃程度代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力。 明朝中晚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,第三产业更是蓬勃发展。 阿拉伯旅游家记载,在当时的明朝,几乎每一座城市都存在第三产业。 在北京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者保守估计就有近两万人。 相比欧洲或回教世界,明朝第三产业可谓是世界之罪。 其实,在十六世纪的欧洲,城市规模普遍比较小,拥有两万至三万人口即可称为大城市。 显然,这样的大城市可能都没有明朝的第三产业从业者多。 而且自古以来,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,历代封建王朝都极为重视农耕。 明朝末年,中国农耕面积达到了巅峰,高达七百八十多万顷。 需要注意的是,这一数字不包括饮田,很多人为了不交税。 而隐匿了田产,导致统计数据大幅度下降,真实数据应该在九百万顷以上。 毫无疑问,从世界范围来看,没有一个国家开垦了这么多的农田。 即便是后来的清朝康乾盛世期间,比如乾隆三十一年,农田才达到七百四十一万顷。 这还是清朝饮田较少的情况下,闲话一句,康乾盛世人多田少,明朝人少田多,生产力没变化,是不是有盛世,仿佛一眼就能看出。 这样强大的明朝最后被一个来自于西伯利亚深山老林的女真人击败。 最后一个皇帝崇祯也到了自尽的地步。 这种结局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,虽然说知道朝代格顾顶心乃是自然之理,但明朝曾经的辉煌和创造过程依旧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去怀念,值得我们去学习其中的优秀经验,做到之后的中国再度复兴,那个时候必然是新历史之中的秦汉唐宋明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